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了伊斯兰党的穆哈默·纳扎里 前森州大臣穆哈默·伊莎 以及另外四名独立人士 也加入战局形成激烈的七角战 在众多的独立人士当中 名声最响亮的非穆哈默·伊莎莫属 他除了是前森州大臣以及巫统元老 更堪称政坛的布导翁屡败屡战 另外呢 安华刚交案的主角穆哈默·塞夫 也成为补选的焦点人物 而他表示了 这一次参选并非是为了向安华报复 也和安华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自己想要进入国会 来自芙蓉的刘雪燕 马六甲的电影制作人 曾庆良以及简子源 也都是各自领域的专业人士 为这一场补选带来不少的看头 而最后一刻赶到现场进行提名的 印语人士拉真达 则因为不符合资格而被取消提名 接下来看国际消息 印尼中苏拉威西省东加拉县 于当地时间昨天下午5点02分 发生了7点5级的强烈地震 并引发高达两公尺的海啸 官方至今还没有公布确实的死伤人数 但是当地的一间医院表示了 已经至少有30人死亡 另外有12人受伤 而我国外交部已经证实 事故当中没有大马人伤亡 海啸是在昨天袭击接近地震中央的 中苏拉威西省省省府帕鲁以及东加拉 从画面可以看到 从近海升起的白色巨浪 迅速的推向帕鲁市的一个沿海村庄 数十座的低矮房屋被海水淹没 而这场地震除了十到数百座的房屋损坏之外 也造成停电 附近的渔业小镇的通讯也都断绝 令当局的救援行动困难重重 换个焦点 武统在5019大选丢失政权之后 今天首次以在野党的身份召开代表大会 而相较以往水泄不通的情况 今年的巫统大会则显得冷清不少 出席的代表也明显减少许多 现场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国政成员党的代表出席 一连两天的巫统大会在吉隆坡世贸中心举行 而巫统主席阿姆扎西在一众领袖的陪同之下 主持了升起仪式 为大会拉开序幕 而值得一提的是 前巫统主席纳吉的肖像几乎崛起于今年的大会 而纳吉只出现在历任党主席的简历当中 其他的看板上则明显被消失了 此外 马华青年团缺席巫统青年团大会 结果被狂喝倒菜 巫卿团长阿斯拉夫表示 他收到了马卿团长的简讯 后者为这一次的缺席而道歉 因为需要出席一项紧急的会议 然而巫卿代表们还是不留情验 全场喝倒菜已是不满 今天的新闻到此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